来听的文章是一位美国作家Robin Rom 罗宾·罗姆所写的文章 我的挚友 自己 作者是一位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 《种出妈妈的菜谱》 还有回忆录《字里行间的慈悲》 他目前定居于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我的挚友 自己 30岁出头的时候因为换工作 从旧金山湾区的小平房 搬到了圣塔菲的西皮大宅里 搬进这间有着渡习铁门与风化木的大宅 似乎是全新的巨变 在这里我和男友可以发觉我们轻松自在的一面 在尘土飞扬的马道上遛狗 在我们的野餐桌上共进晚餐 这一切听起来很浪漫 只是我们才刚打开行李 安顿好家当不久 他就得离开 到另一周参加围棋一个月的写作演习营 我突然意识到 我得独自留在这个陌生的乡下地方 不禁惊慌了起来 虽然我从小就是独生女 但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长时间独处 而且老实说 童年的我一直很孤单 我的父母都非常忙碌 工作负担沉重 老是雇佣收费低廉的保姆 而这些保姆顶多看看电视 讲讲电话 根本不管我 我花了许多时间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发明各种游戏 等到了可以开车的年纪 我就经常跟朋友在外闲晃 这个习惯陪伴我度过了二十来岁的青春时光 如今我对于重拾寂寞滋味 兴趣缺缺 在大宅独居的第一个礼拜 我就打电话给通讯录里的每个人 连点头之交也不放过 但就在我跟每个人都聊过一轮 看电视看到眼珠子快掉出来之后 我突然领悟 我不可能这样度过四个礼拜 于是我做了长久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事 报名参加五弦琴的课程 傍晚我边练习弹琴边眺望窗外景色 夕阳洒落在黄色野花卡米萨上 长耳兔在余晖中一路蹦蹦跳跳 当我对练琴感到倦怠时 我就会去编织或阅读 虽然原先我以为会被寂寞缠上 毕竟寂寞是我童年不共戴天的敌人 没想到我反而意外感到平静 长久以来我费尽千辛万苦 极力避免跟自己独处 到头来我竟然还蛮喜欢独处的 我和我自己有许多共同的兴趣 也有许多话互相倾诉 我豁然醒悟 只要我愿意 我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在我们拥有的所有关系中 最长久的正是与自己的关系 然而这也是我们通常第一个 放任不管的关系 好好经营与自己的关系 将带给我们自在安然的心境 喜欢自己的陪伴 意味着永远有个懂你的人 对你为命适从 所以万一所有的人都离你而去 只留给你寂寞与彷徨 或是你从不允许自己独处 你不妨问自己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 你会怎么做 你会对他感到好奇 跟他互动相处 以同理心相对 既然如此 何不以同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呢